你不认为 按照计划返天 直到天道顺行 你知道我说什么了吧 只要这一路走完 不管你和那个杨岚有何结果 老夫也可以视而不见 如何呀 杨岚是陛下 钦峰的兰山圣人 又是陛下的外甥女 即便把她放在三界之中 她的身份也敏感至极 岳属下 你和杨岚的情花花包 是老夫把她给遮盖的 这三界之中 一切都在老夫的掌控之中 不仅是你 包括那杨岚 风铃 还有你齐来山的妖众 我想救他们我就救 我也可以把他们化为乌有 你以为 就凭你齐来山妖众的能力 就可以在这三界之中 为所欲为吗 红尘高万丈 你会成长 你会牵挂 你过去不愿意走的路 父爷 都走了 想低调也没成功 你不是都已经试过了吗 无论如何 你都会回到老夫为你指的 这条路上来 就像现在 我可以让你的齐来山的那帮妖众们安静一段日子 你还我一个天道正轨 这交易对你来说不是很划算吗 你要我顺着你要的路走 我可以 我只有一个条件 把雀儿给我救火 只要把他救火 一切好他 雀儿如今与你尽在之耻 你只要答应配合老夫 我马上把他找来 把他还给你 尽在之耻 你什么意思 他到底在哪里 老夫的意思就是 只要你配合我 我就可以答应你的任何要求 怎么样 别答应吧 你们在聊什么呢 茶气好了 你们刚刚聊什么呢 没什么 我和磐石正在聊昨晚的事呢 昨天晚上 什么事啊 昨天磐石上了七重天 大伤了月老 陛下下旨斥责老夫呢 你们两个上天 可都是老夫担的宝啊 磐石 你怎么一上天就惹事呢 我说丫头 你得替老夫好好地管着他 别让他到处乱跑闯祸才是 风流会的 我说是 茶喝完了 告辞 这就告辞了 老先生 那我们就先走了 磐石 等等我 快到了吧 是 走开 你和圣尊哪 别走太近 不不不 是尽可能 离他远点 磐石 老先生把我上天 刚刚又替你解闻 你这样可不对啊 我跟你说 再说了 你万一得罪人家 你孤立无援 那些天明天将 以前都是你的对手 你怎么办呢 雀尔如今与你尽在咫尺 只要你答应配合老夫 我马上把他找来 把他还给你 圣尊为什么如此肯定 雀尔对我来说尽在咫尺 为什么他会对我做出这样的承诺 圣尊曾去地府翻过两次生死簿 难得他早就知道雀尔去了哪里 不 他如此肯定 很有可能是他已经找到了雀尔 磐石 磐石啊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啊 听见了 请圣母大人高抬棍手 赐我家大王闻水的解药 这无药王 一点担当都没有 这种事情让一个小女子来出面 这次是白素自己要来的 圣母大人 这都已经好几天了 他们已经受了足够多的苦 都已经知错了 请圣母大人原谅他们 给他们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我凭什么相信他们 如果圣母大人 当真气愤难消 白素愿以命抵偿 圣母大人 他们真的已经知道错了 请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如果要我给他们机会 也不是不可以 我有几个条件 如果不答应的话 就让他们等死了 圣母大人请说 无论是什么条件 我们一定都会答应的 第一 不准在齐莱山强弱任何人 任何东西 不准在齐莱山滋扰声势 第二 未经我的允许 不准踏出圈地半步 我一定若实转告 第三 从今往后 你 就是我的人 不再听命于其他人 圣母大人 这 听姚丽说 在双羽山的时候 都靠你来打点 我留你在身边 不是为了可怜你 而是看重你的品行和才能 当然 你也要体现出你的价值 否则不需要他们 我就可以杀了你 从今往后 我不想再看到 你为了这些不相干的人 做出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圣母大人 这 行了行了 杨岚姐 她都知道错了 解药就由你们送去吧 白苏就不去了 师父不惜动武 就徒儿免遭羽人王魔掌 徒儿感激师父救命之恩 别 起来吧 杨岚姐 你真厉害 幸好你用甲温水 制取五妖王 就会一宋 否则双方兵马 真要打起来 一定死伤惨重 经过这次 这五妖王 应该会有所收敛 黑子 您让人把甲温水解药 带过去 盯紧他们 若有异动 格杀勿论 是 是你求生母大人 留我在他身边的吧 有羽绒王那个 好色之徒在 我不放心 把你留在他们身边 白苏 老公 其实杨岚姐说得对 五妖王不识好歹 根本不值得你为他们 付出这么多 今日你为他们求情 黑木王对你的恩 也算报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两清了 你离开 不需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你别看杨岚姐严厉 其实她是嘴硬心软 我不是被五妖王诬陷 说我还实亡吗 现在一点事都没有了 也是她为我做的宝 我必须回白海去了 上次我是离家出走 父王正在气头上 所以 这次我不能把你一起带走 你就安心在杨岚姐身边待着 我一定会接你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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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元帅 我已经不是什么元帅 不 元帅 在我们心中 您永远是元帅 天河局的元帅只有您一个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翻案 把元帅救出去 想尽办法 你们能想什么办法 能来这里见我 想必是疏通了关系了吧 禀元帅 是脱了 顾天王的关系 我想也是 若是我在任的时候 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造化弄人哪 此时 我们却得靠这种关系 才能见上一命 也许 这样才是对的吗 顾天王 手握九天门镇守军千年 太白即兴 掌管天庭府库数千年 天道运转 长盛不衰 想来 也许 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 元帅 别再说了 再说下去 兄弟们真的没脸在面对您了 来吧 说说 现在凡间情况如何 六妖王之中的恶骄王 已被那石妖所杀 前段时间 其他五个妖王意图闹事 却被镇压了下来 现在 凡间所有妖怪 全都涌向齐来山 齐来山又趁机掠夺资源备战 势力急速膨胀 这石妖上了天 齐来山却积极备战 这分明是在拖延时间 此时我们有两件事情要做 一 想方设法 让这石妖 在天庭待不下去 逼他下凡 二 要阻止凡间 齐来山势力的膨胀 还有温水安 务必需要查清楚 这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若是查不出来 不经我沉冤难许 日后 天和君也必定会栽在这 狡诈之徒的手中 末将明白 元帅 跟那个石妖一起上天的 还有个叫封灵的仙鹅 现在已经被分配到仪中厅 此女也是圣尊绑上天的 今日圣尊还特地去仙鹅宫 将封灵接到仪中厅 飞龙将军 你帮我查一查 这封灵到底是何底细 还有 圣尊为何要保他上天 是 天府 霓裳服用的一元九转丹的出处 你继续追查 务必查出真相 是 还有一件事 我要你带我去吧 是元帅让你把发簪送还给我的 是 说是 恭喜郡主出嫁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来 我记得他提过石妖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不是不是 元帅他 他很想亲自来 只是现在公务繁忙 实在托不开身 他是六十万天和军的北陈元帅 自然是公务繁忙 相比林民百姓的大事 温阳的这点小事又算什么呢 是温阳奢求了 不过这么多年了 没想到他还记得我 我真的很高兴 元帅 时刻都挂念着你 他忠心地祝愿你 平安喜乐 帮我谢谢他 我个人 快蹈 我 娜 我 娜 我 回来 我 我 快 我 快 我 真想看看 你穿宏家衣的样子 天和君加强了 对齐来山外围的讯号 与外处搜集材料的小队 发生小规模冲突 双方会有伤亡 齐来山物资短缺 需派兵闯过天和君 外处收集 黑魔王等主动起因 短嘴于吕六拐 皆表示赞同 望景快回复 没有足够的物资 齐来山装备军队 妖种提升修为 都会成为大问题 想个办法解决物资短缺 这才行啊 磐石 别忙了 快过来我给你做饭吃了 还有哦 怎么样 快尝尝 这天都一直吃水果 有点想吃面了 没没没那啥 这不是你说要做饭吗 我就想起面 想换换口味 不是嫌弃你的水果不好吃 其实我知道 如果杨岚姐在这儿的话 她肯定做得更好 无论是在生活上 还是管理齐来山方面 她都能做得很好 大人 天庭府库的特使来了 这一袋是宇宙厅的日常用度 还有这一袋是大人您的俸禄 小的也一并带了过来 我还有俸禄 当然有了 在天庭不管是仙奴还是仙鹅都有俸禄 大人您又怎么会没有呢 这俸禄怎么算的 大人 您的俸禄是每日十斤斤 从您上任之日算起 今天是第十九日 这里应该有一百九十斤斤 加上咱们仪中厅的俸禄 是每日二十斤斤 这里一共有十日的用度 该有两百斤斤 这仪中厅还要用斤斤的呀 还是 行了 行了 反正我们都收到了 那我这儿还有点事吗 就先不招呼了 那小的先回府库了 请 磐石 你说你为什么不等他走了之后再问呢 还有 你刚刚当着他的面打开来 你有没有看到他看你的眼神啊 行了 有什么关系 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 我就一妖怪 我还在乎神仙什么看法嘛 那你现在也是神仙了呀 行行行行 对了 如今夹了我们两张嘴了 这上面也没有提议把这每日二十斤斤 望上长长 天庭府库向来只算总数 即使增派了人数也不会做调整的 莫说是咱们仪中厅了 即使天军也是如此 不过天军若是战绩显赫 一来有额外的奖赏拨付 二来还可以申请扩军 只是咱们仪中厅就没有这等便利了 这么说来 咱们仪中厅上下七八口子 再加上府内的消耗 我们全部家当 就只有这三百九十斤斤了 李平 你跟那个府库的那些小利熟吗 有些来往 大人这是要 这样 你明天把他们全部叫来 把好东西都拿来 就说我要买 大人 这三百九十斤斤 其实买不了什么的 把他们都叫过来 不太好吧 行啊 总之把他们叫来 我保证不会让你为难 好的 大人 还实 那个是仙草啊 是杨岚姐要的仙草 这是杨岚要的 买了 仪中间大人还真是货啊 不过这株仙草 可是要四百金 تو 以仪中间的俸禄 怕是买不起呀 知道大人买不起 你还顿不过类 这四百斤斤啊 这么便宜 给我来一百株 一百株 一中间大人 这一百株仙草 可是要四万斤斤了 你 你买得起吗 咱这儿不缺斤斤 李平 把那箱子给打开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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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么多金睛啊 这里 都是金睛啊 那好 那好 我那里还有更好的 我全都拿来 让一中间大人挑选 别着急啊 本大人要的东西多着呢 就是一个人怎么拿 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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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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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大人 痛 我们还缺什么呀 还缺 短嘴药的 两百担大功 还有鬼头虫药的 送给千岁公主的叶宁珠 你光给他们买 你也挑自己喜欢的嘛 还有你们两个 看到什么喜欢的就买下来 向本大人保证就行了吧 谢谢大人 我看看 这是什么啊 大人 这是穿上就能飞的仙衣 这是穿上就能飞的仙衣 还有这个 您看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就是那个 不用书写就能将所思所想 显示出来的竹简啊 不用书写就能将所思所想 这是射出去没有命中 就会自动飞回箭筒的箭矢 有趣啊 真有趣 都有了 多谢大人 我们的宝贝还多着拿 好 这个是 这是命牌吧 是的 命牌 乃乾坤奇音幕所知 本身便价值不菲 小的记得 命牌很早之前就没卖了 这是最后一块了 这个要多少斤斤啊 两千斤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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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不便宜 不过我倒是喜欢 要了 好 好 光站着干吗 挑你们喜欢的啊 快去快去 那 那我去 去去去去去去 医生 走 玄武重锤一饼 赴灵月华弓一张 乌龙世瓷叶八两 尚品叶明珠一枚 这石瑶居然买了 这么多的武器和丹药 陛下 朕在让石瑶 这么买走那些 武器丹药吗 天庭有规矩 凡是仙家 可以自行购买 交换物品 他是用真金白银买的 朕也无权干涉 朕不能阻止他购买 但可以阻止他带走 传旨 从即刻起 凡是携带 超过十件以上武器 和丹药的 必须要到九天门报备 获得通行证之后 才可离开九天门 否则视为违反天条 陛下英语 还有 这么一大笔金经 是如何带上天庭的 一定要查清楚 是 此事朕终究处于被动 圣尊的态度不明确 虽未说要力保那石腰 也未说要动那石腰 朕只有自己想办法 让那石腰闯下大祸 到时候 圣尊也不便硬保吧 所以朕 要化被动为主动 一方面 从这批物资下手 抓住这石腰的把柄 另一方面 从这石腰的身边人下手 看看圣尊的态度 陛下 不妨如此严密 即便他怎么胡来 他也闯不下滔天大祸 可若我们能 先欲擒故纵 也许会有收获 对着石腰欲擒故纵 陛下也就应允了 多谢飞龙将军 袁帅客气了 袁帅让末尊 让末尊也许会有 对石腰欲擒故纵 令其露出破绽的事 陛下也就应允了 多谢飞龙将军 袁帅客气了 袁帅让末尊查的 仙俄风铃的事 已经有消息了 这风铃 乃是下界赤谷万空山 解空祖师座下大弟子 清风子的门徒 经查 与那上天围观的石腰 属同门 这是其一 其二 末将暗中查看 天庭各部资料 发现其俘禄定处 均为空白 不像是被刻意抹去 更像是改了命 生了病 所以末将 特地派人 持了陛下的首令 去地府查看生子破 这是上面的记载 生死簿上竟如此记载 确凿误误 查看生子簿 本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又因为情况特殊 末将不得不让人 反复确认 所以才耗费了这么些时日 连陛下的首令都查不清 一定是有人刻意隐瞒 或者另有隐情 可还有其他 末将查到 圣尊曾两次去地府 查看生子簿 圣尊查看生子簿 他要找什么 没有人知道 好了 老爷爷 我写好了 你为什么叫我老爷爷呀 我之前还是金四雀的时候 经常听人类这么叫 你还是叫我老先生吧 为什么呀 我听习惯了 背是背下来了 就是这字还是记不住啊 你看 这个增字少了一横 接着写吧 老先生 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磐石呀 它好得很 假若你们有缘分迟早回见 不急于这一时 不想让我见就直说呢 还故弄玄虚做什么 每次都这么扯 也不换点新鲜词 老先生 您是无极圣尊吗 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我没听谁说 不过之前磐石说过 他说 无极圣尊 有能让人呈现的仙丹 您既然能复活我 会不会就是无极圣尊啊 能做到这个的大仙多得是 怎能只有圣尊呢 可见这磐石 是孤陋寡闻呢 磐石才不孤陋寡闻呢 磐石可聪明了 你这是在为他说话 丫头 别的不说 这人类的事情 你懂得还真不少 孤陋寡闻 这还是个比较生僻的次举 若是 划刑多年的大妖也就算了 可是你刚刚划刑不久 也知道这个意思 我之前的主人 是一位施翼的士大夫 他每天都对着我说这些 我自然也就懂了 不过后来他过世了 是少主人将我 从笼子里放出来的 怪不得学得这么快 过去的事情都记起来了 即是记起了 不过老先生 您到底是什么人啊 是神仙 还是妖怪 您到底为什么帮雀儿呢 是您认识磐石吗 还是说 是磐石拜托您帮我的呢 还是你在打什么坏主意 记起来就好 禀师父 有人给陛下送来一份折子 奏请盐茶仪中间 预速货物仪式 仪中间 陛下怎么说的呀 陛下没有批 也没有退 只是把折子扣在那儿 未表态 他是在等老夫表态呢 凡携带超过十件兵器 以及仙草下凡 皆需向九天门报备 获得通行令后 才能带出九天门 什么破天条 如果九天门不准 那这批物资可就废了 他们分明就针对我 不让我把物资 运回齐来山 运不回去 那怎么办呀 杨岚姐他们 还急去这批物资呢 我那些金晶男的就白花了吗 不让我运 我就不运了 反正我本来也没打算 能光明正大的 把这些东西运下去 磐石 你有办法了 山人自有妙计呀 兰山圣母托弟子来给石王运东西 尊师是 家师普陀上仙是也 劳烦尊驾 替若无谢过普陀上仙了 家师与杨家兄妹乃是深交 若说谢就见外了 此次 家师令弟子来给石王运东西 一方面是予以石王方便 另一方面 是因为弟子 安离虚今日路过此地 石王请看 那外面和船舰 已有家师社的障眼之术 若是让有心人瞧见你我往来 怕是往后 这条路就难保了 还请石王见谅 另外 由于此次运送的东西特殊 这艘船舰也是临时购买 藏在我们的船上运送过来的 对了 若是石王 以后有什么需要弟子帮上一帮的 尽管开口便是 那就谢过了 请跟我来 行动 不好 九天门要变换法阵了 你们先走 免费人类 拿下 好 看着毁灭证据 现在才知道 太迟了 拿下 啊 呀 吴灵鸡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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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们都抓起来 是 快 走 快 走 什么事啊 快 走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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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忠见大人正在休息 请大人稍等一下 能奴婢去通船 小小的仪忠监还需要通船 我不是他善离职守 违反天条 怕本神将问罪 让开 招圣神将驾临仪忠厅 有失远迎啊 不知招圣神将有何尖叫啊 九天门奉命核查各宫物资 仪忠监 你宫里的武器和丹药 怕是有点少吧 或许是从仓库运回的途中 弄丢了 怎么 神将是要帮下官找回来 那就多谢了 神将要查就尽快查 等你忙完了 下官也好办公嘛 礼品月双 把东西搬回仓库去 是 是 是 关门 潘石 潘石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扶你过去 禀元帅 石瑶用来运输的悬空剑已被毁 一具尸体没有找到 且武器皆已被毁 无法辨认 还是让他跑了 立即增加仪中厅周围的防卫 立即增加仪中厅周围的防卫 石瑶还有一批武器丹药 他一定会想办法运出去 这一次 务必人赃俱获 还有 揪出协助他的仙家 是 盘石 死运兵器吃饭天条的 而且搞不好会丧命 这太危险了 我看我们要不要 这批物资里 有些兵器跟药草 那是凡剑无法找到的 也是齐来山欠缺的 齐来山急需这批物资 必须想办法把他运下去 必须想办法把他运下去 可是我还是担心你 可是我还是担心你 我没事 兵来将当 我没事 水来吐厌 运送失败 你怎么来了 怎么 不想让我来啊 杨岚姐 谢谢你啊 我去看看外面有什么要帮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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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怎么了 没事 我帮你 来 我 潘石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有事情瞒着你 你指的是什么 不知道 我就觉得吧 你有时候怪怪的 肯定瞒着我好多事 这无极圣尊还送你彩霞仙衣呢 你要什么给什么 难道你就不觉得这事也怪怪的 这事吧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你说这路上碰上无极圣尊的几率有多大 而且他还陪着我走了大半年到齐兰山 这事我跟地心也提过 他也觉得挺奇怪的 地心是谁啊 鲜鹅公的鲜鹅啊 对了 潘石 今天下午他们还来仪中厅 邀我一起过两天去出游呢 他们啊 他们人很多吗 大概两三个吧 我也不太清楚 他们想去哪儿啊 去七重天啊 他们说洪喜宫附近的景色很不错 答应他们 我陪你一起去 万一出什么事呢 对吧 真的啊 那太好了 这位就是葡萄圣仙 我陪你去哪儿 见过上线 有劳上线了 二位无需夺礼 本座不过是略尽免利罢了 上线请 本座不便久留 便至于狮王交代几个重点 其余的 这份法阵图 留于狮王自己日后细看 切勿外泄 引来是非 我先谢过上县了 九天门法阵先有天主 然后有圣尊家国 若是想从外而内攻破 除非是那诡异莫测的天火大劫 否则就算是圣尊 恐怕也束手无策 但是由内而外 确实不难 现在形势微妙 若有异动 照尚仙所说 赶紧逃离天庭 尚仙如此相助 我感激不尽 只是今夜之事 恐怕无法做到密不透风 尚仙还需防范在世 若只是那三十三重田以上 就算知道了也无妨 你我只需防止他人便可 我就先走了 嗯 你真的不打算告诉风铃吗 不了 若是告诉他 他肯定坚持要出一份令 到时候就真害了他 嗯 这些年 夏姐辛苦你了 等我回去 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嗯嗯嗯 天庭有天庭的规矩 有圣旨在先 只要你什么都不做 他们抓不着巴笔 从这里到这里 是法阵的第一环 若从这个阵眼 可以抢无剩息地通过 九天门法阵第二环 其阵眼有七七四十九种变环 如果不知道是哪一种变环的话 则必将出发法阵 这条路 attempting 女将军 不死 你们 第一环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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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你真来不及了 老先生 老先生 这是什么 天道石 天道石 是什么呀 为什么它有一道裂痕 又突然愈合了 想让它完全愈合吗 嗯 或许 你能帮什么 磐石 你最近怎么那么奇怪 总是背着我暗地里行事 说 你这么反常是为什么 难不成 你是又有鬼主意了 没什么 什么 就是声东击西 趁机运走那批物资 我怕你担心才没告诉你吧 石妖最近十分安静 我们要不要设计激怒她 逼她出手 这石妖又不是呆子 不会轻易犯错的 朕就给她来个阳谋 逼她出手 总之 能利用的各方势力 都不能放过 一定要逼石妖犯下大错 将其拿下 是 把我从天廷运回来的武器 分发下去 装备起来 是 李队馆 把玄空剑上的草药搬下来 让物者道开始炼弹 是 现在 天廷已经开始对付石头了 她的处境也很艰难 只有我们不断地壮大 才可以做她坚实的后盾 是 先妖不两立 现在的和平只是表象 所以 只有齐来山强大了 才有机会迎她回来 与天廷对抗 是 盛母大人 你怎么了 盛母大人 黑魔王 求见盛母大人 快把盛母大人扶进去 快快 这怎么办呢 要是让黑魔王知道 盛母大人这样了 他一定会闹事的 你赶紧拦住他们呀 要去也得你去呀 你没听说过 羞贼遇见兵 有理说不清啊 你去也不去 去也不去 你就会动手 你个畜生 赶紧去 快点 快点 走 跟上 李六五来啊 诸位魔王 不知何事求见盛母大人啊 我们兄弟 制办了很多的物资 要亲自交给盛母大人 这些东西啊 你们自己呢 到军务署报备一下即可 是盛母大人刚从天廷回来 周车劳顿 正在修行 咱们为人臣子呢 怎么好在此时去打扰啊 各位魔王 还是先回洞府 再盛母大人召见吧 你看看这些物资 如此的重要 我们兄弟这么辛苦 岂可草率行事 还是让我们 面见盛母大人吧 对 面见盛母大人 各位魔王 还是等我 禀明盛母大人 再做定督 再做定督 快点 你是谁 叫人拜见尔海真君 拜见尔海真君 尔海真君 上次的事情 完全是个误会 我们兄弟 特意置办了很多物资 亲自要交给圣母大人 您放心 我们绝对是对 圣母大人忠心耿耿 绝没有二心哪 滚 滚 走走走 走走走 快走走 快走走 蓝儿怎么了 圣母大人伤重昏迷 小人不敢擅自移动 已经派人把他送回原来的洞府 你知不知道你的病到底有多严重 如果我再来得晚些 你连命都没了 那石头 与你究竟是什么关系 未婚夫 未婚夫 你要是不信的话 就去问问那些小妖呗 还是你在想 把我押在哪座山下面 好跟天地有个交代啊 那石头是你的未婚夫 那石头是你的未婚夫 在月树上 连花都没有的未婚夫 还真是从未见过 什么 你去看了月树 你能让普多上仙 暗地里帮石头 我就不能让人 暗地里查月树吗 也许你有情 可人家不一定有意 好吧 你不想说就算了 反正你的事 我这个当哥哥的 现在也管不了了 以后出了事 别自己一个人扛 这次若不是 金眼莹通知我 怕是真的来不及了 王后若有事 喊我一声就行 过几日就是母亲的忌日了 若是可以的话 你先跟我回关江口一趟 我想父亲母亲 也不想咱们年年都 分开几百吗 先回关江口 再一起去摇山吧 其实 他欠我个承诺 这就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 他欠你什么承诺 只要我帮他突破修为 他就可以答应我任何一件事情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承诺 他会答应你任何事情吗 这可是无底洞般的条件 我 我不知道 他现在的修为已经突破了吧 既然如此你该做的 已经做到了 为什么还留在齐来山呢 我不问了 你要注意身子 帮齐来山可以 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我会在这里多留几天的 直到你的病情好转 什么事都有哥在 休息吧 好 五字 你顺利约回齐来山 一切安好 五年 这十妖为了逗留在天庭 竟如此隐忍 看来得出重招了 元帅有个良策 此计还得陛下同意 另外还要九天门的配合 非龙将军 你到圣尊那儿借一样法宝 好 距离神 这次可能要你牺牲了 说不定 还会受到严惩 元帅尽管吩咐 末将愿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天陶温大火 天陶渊大火 一定是石妖所为 人生 石妖不见了 可恶 神在天庭 目无天条 敢施展妖术杀我天将 来人 施妖纵容贼人火烧天陶园 焚毁天陶术 不杀我九天门君畏罪潜逃 罪不容输 中将听令 捉拿施妖 是 真以为老子那么笨 等着被你们抓吗 老子忍气吞声 就是给齐来山壮大 争取时间 如今时机已经成熟了 等的就是你们放这把火 想趁着大火逃走吗 老夫就助你们一旁 让你们退无可退 凤凌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进了无极殿后 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 潘石 你一定要成功地离开这里 到齐来山去等我 别担心 我可是行者道 华神静太有极仙 这天庭众贤 都不输我对手 是啊 你是这个世界上 最厉害 最聪明的磐石 你一定可以的 加石交代了 让弟子来接风铃小姐 圣尊知道我送风铃来无极殿 回去庄告你师傅 回去庄告你师傅 凤凌要少一根汗毛 天到时她就别要了 回去庄告你师傅 大人请放心 师傅说了 等到时机合适 等到时机合适 必然会把凤凌小姐 送回到您身边 保证毫发无损 好 那就好 去吧 她不敢拿你怎么样 磐石 你一定要小心一点 你答应过我的 有事一定会告诉我 会的 我这不把玉碱都给你了吗 我走了 听说你来了 我特地过来接你的 那个人是谁呀 看她的背影好熟悉呀 走吧 我们去无极殿吧 为了你和齐来山 我什么都不会害怕 君我何处 妾自孝孙 战争开始了 各自保重吧 圣母大人 齐来山附近的天河君 以剑属消灭 启离圣母 启禀圣母 天河君的重岗 关云天岗 已经被我拿下了 圣母大人 天河君的分支 你顺利拔除 先发制人 来个措手不及 再将天河君分散 各个击破 如今 天河君在凡间的势力 已经瓦解 云玉天岗 再无援君 迎回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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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国 迎回吾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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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找大老先生了吗 他为什么让我来 却不肯见我呢 我听他们说 你已经好久都没吃东西了 所以我特意带了些吃的过来 来 你快坐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风铃 败在赤谷万空山 北斗摇光洞门下 北斗摇光洞 怎么这么耳熟呢 以前我跟磐石分果子的时候 都是他妻我三 不如今天这桌食物 我妻你三 偷偷消灭 怎么样 磐石 他来自齐磊山 他是这个世界上 最聪明的磐石了 所以他说的话 你一定要听 那不如我们就按他说的方法 我亲你三 如何 你怎么了 什么事啊 你是金丝雀 你们看得出来 我欠了一个人 很久之前 一份很大的恩情 他叫娶儿 我欠他太多太多 必须要还 等齐磊山站稳了脚 我就会去地府查生死簿 找到他的魂魄 让他服务 你还好吧 我没事 我就是身体不太舒服 老先生什么都知道 可他为什么还要让我在这里见到金丝雀呢 难道老先生让我上天做仙娥 让我进无极殿 就是公义让我见到他的 菜要凉了 快点吃吧 快点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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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怎么回事啊 救火了 快啊 快啊 快救火啊 救火啊 快啊 救火啊 救火啊 来人 来人哪 救火啊 救火 来人救火 师父 你们怎么都跑猛出来了 去变河湾去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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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师父 走 走 蚕石大人 太白记性 别来乌鸦啊 这里边有个误会 我只是个办事的 下命令的是天母 我对你是不错的 是吗 我看这事就是你的主意吧 你对我这么好 好得连口饭都不给你 我这要走了 怎么着也得全部都皇帝 你说是吧 不不不不 蚕石大人 你听我说 我呀 我是真的真的真的 真对的 你 探点 请 走 卧槽 打得可真说 你记住吧 这笔账还没完 我随时会回来 再算一次 十一 修走 哇啊 我 我 我 了 你 你 你 我 或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军 围攻于蕴天岗的齐来山妖军 估计有百万之众 一群乌合之众 哪里来的这么大阵仗 我们的护盾 被他们大军的大炮 轰出了一条裂缝 实在难以抵挡 在他们的甲板上 发现蕴山圣母杨兰的足迹 什么 齐来山的统帅 竟然是杨兰 快 让天衡向陛下求援 是 传令下去 全力奋战 一定要守住云蕴天岗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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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云与天阁 左右两翼已被我军拔除 传令各军 维持火力 暂缓进攻 暂缓 为什么 不是应该加紧进攻吗 此战的目的是声东击西 赢回吴王 不是消灭天河军 我们要做的 就是让天帝打开九天门派元军 谁有意义 真的真的有意义 什么 攻打云与天岗的 齐来山的统领是杨岚 传阵旨意 立即派兵持援云与天岗 活捉杨岚 提兵陛下 万万不可 若此刻分兵持援云与天岗 攻打齐来山 而海神知道他岂会做事不理呢 若贸然出兵 必然会腹背受敌 臣以为应当先集中全力剿灭十妖 十妖一灭 妖兵避溃 杨岚独目难知 就不足为律了 陛下 百万精锐围攻云与天岗 云与天岗在凡间已无怨君 云与天岗撑不住他 请陛下当下决断 立即派九天门镇守军 寄天庭御前诸将支援 陛下 真恳求陛下即可派兵 本来就来不及了 陛下 天和军占我军编制的半数 如果云与天岗失守 那我们的大量物资 将会流入十妖之手 我看还是先救援为好吗 陛下 那十妖现在就在天庭 若不先除灭之 何以分兵持援云与天岗呢 臣以为此事不妥 陛下 区区一个十妖 不足为俱 还是救援为先 此言差矣 云与天岗尚在九天门之外 那十妖可是在九天门之内呀 岳老 你这是贪生怕死 难道我们这些仙家 还怕那个十妖不成 秦贼先亲王 你懂什么 陛下 臣请陛下即可派兵致愿 陛下 那十妖的修为 已达太乙金仙的巅峰之境 若是分兵云与天岗 何来捉拿十妖呢 朕以为 还是亲拿十妖为先 若勤住十妖 不信这众妖不就范 陛下圣名 通令天和军 坚守云与天岗 静候援军 不得出战 是 我的好舅舅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狠心 既然六十万将士的命 你可以不要 那就不要怪我杨岚 心狠手辣 传令 即刻将云与天岗 一危平地 一个不留 是 好 好 出事了 出事了 那十妖发难了 西来山围攻云与天岗 不是 徒 来 来 来 北公云与天岗 他们来得如此之快 他们排兵多少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 听说全都是精锐 那个陛下呢 陛下排兵支援了没有 没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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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围困了我们半个月 怎么忽然之间进攻如此猛烈 因为 对方已经知道 陛下下旨强拿那是摄药 放弃我们天和军龙 放弃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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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咱们天和军 宁死不相 为避免被俘受辱 这些丹药大家拿着 这些丹药仁在 军魂昌存 港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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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在 军魂昌存 兄弟们 若有缘 咱们阴间再见 袁帅 末将无能 他是要先走一步了 陛下决定擎贼先秦王 放弃救援天和军了 什么 擎贼先秦王 那还来得及救天和军吗 那天和军不就完了吗 你们开始会 死守的吗 起来 起来 慢一点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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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拉你起来 慢点 慢点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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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打扫战场 是 是 是 天赋将军 贵军大势已去 想吧 我天和军不相将 我天和军没有出过一个相将 天赋 没有出过一个相将 我天和军没有出过一个相将 余岗 不许多言了 我还能 还能再尊称你为阑神圣母吗 等陛下知道 帅领着妖族大军 攻向我云狱天岗 灭了我天和军的 是他外甥女的时候 他怎么想 他会不会后悔 后悔没有给我们 天和军派援兵啊 不劳阑神圣母动手了 末将 已经服了毒丹 左右也过不了一个时辰 就让我在这大殿里 绝守到最后吧 死了那么多兄弟 到阴间 我也不孤单 可是为什么 我还能听见他们在呐喊 他们在厮杀 我六十万天和军全毁了 天府 天府 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啊 蓝山山部不信也罢 索性 给天府来个痛快的 还是那句话 我天和军 宁死不信 天府将军的话 杨岚自然是信的 天要灭我天和军啊 天要灭我天和军哪 陛下 这么多年了 你完全有时间 救下我天和军 六十多万兄弟 我等 护卫天庭数千年 为什么 为什么 不 不 我 岳帅 千年心血 富诸东流 天府有罪 天府对不起 天府对不起你 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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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玉天岗全军覆没 烧了这里 进攻九天门 云玉天岗全军 云玉天岗全军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们 是我害了你们 是我害你们死了 我没有強 我没有强住他 我没有强住他 也许你们不会死 我没有强住他 我没有强住他 是我害了你们 切禀陛下 军与天岗已被攻破 天和军全军覆没 这可如何是好 军军覆没 这怎么可能啊 那石妖还是没被捉到啊 回禀陛下 还没有 天和 天和 你冷静点 好 天和军军会长存 兄弟们 天和来了 天和 天和军没了 陛下 你们这帮佑臣 天和军没了 陛下 天和军没了 天和军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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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快开门 开门 我在门外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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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盛武大人 现在怎么办 轰 轰 尽全力轰 是 轰 轰 轰 干得好 宝塔天王飞龙大将立下战功 朕必当嘉奖 谢陛下 陛下 有功自当赏 有过必要法 赏罚有度才三界清明 飞龙大将 擅夺圣尊的无极环 这是一过呀 只是后来 他又用夺来的无极环立了功 这功还算得上是功吗 陛下 臣擅自夺了圣尊的无极环 怨令责罚 来人啊 将飞龙大将带下去 关入天牢 好 是 是 这些人终于都进天楼了 食妖 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都是老夫手中的棋子 为了这盘棋 本尊是煞费苦心哪 现在 也许可以闭关了 宣布大人 圣旨上说些什么 天地 让我们投降 投降 投降 那他们开出什么条件 让我们原地缴陷 原地缴陷 就是 让我们全部投降 全部